OK 那 我們今天講個東西就是MySQL Marti 什麼是MySQL Marti就是我一台電腦希望開很多台MySQL Server 這個任務很簡單 然後我們家目前遇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的Master如果去做 Master如果去做MySQL Dump的時候 會 有Lock 因為他是Read-Only Lock 所以他可能會停個 3分鐘好了 可是我們家做交易主機不允許做這件事情 我們家停個10秒鐘都會出事 所以我們家希望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可以建一個額外結構就是 Master Slave 那我們針對Slave去做 MySQL Dump 這樣這邊就不會有事 那至少Lock在Slave上 而不是在Master上 那Master去做協物的時候其實就不會有問題 或是做讀取的時候就不會有問題 OK 那這件事情我們希望 在同一台Server上面完成 那 因為同台Server自己被自己最快 Sync速度也最快 那這邊就不用跨網斷 那我們必須要做完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有兩種方式來做 最簡單跟最困難 最簡單 是 以邏輯上的最簡單 其實是用Darker來做 就是我自己生了一個Darker Instance 直按起來之後 裡面有把我的MySQL 然後我對我家自己的host 去做 Backup的動作 去做Sync的動作 其實就結束了 那 第二個就是 用MySQL 來做 然後我們今天可以做多台的方式來做 那教你瞬間生出4台MySQL 而且在同一個instance上面結束 而且設定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我之前 踏過太多錯路 好 那 這是我寫的文 所以我今天大概在這邊一直複製貼上就結束了 好 首先是你要修改你的MySQL.config檔 那我先說一下有一個指令 如果你在裝完你的MySQL Server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指令 他叫做 MySQL DMT 這個 這個裝完其實MySQL Server就有這支可以用 可是一般人都不會知道這支怎麼用 這支其實還蠻好用的 好 那 首先我們需要去編輯 MySQL的my.config 好 那我們因為要建Master Slave跟多台Server的時候 通常因為 因為一開始如果你只有一台Master的話 其實你不用建一個東西叫做Server ID 可是如果你要多台的話你勢必要建一個Server ID進去 然後 裡面這邊沒有所以你要自己打一個 所以比如說像 所以要建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不是這個 我去複製回來好了 這邊 這邊Server ID 那所以通常 這個是預設Master那一台 就是 系統罐好的那一台 所以他預設都會是1 希望把它1 那其實這個隨便自己取都OK 你把它取到幾萬都OK 只要你找得到他 然後第二個是如果你要做Master Slave的架構的話 才需要這一行 如果你單純是要多台 MySQL Server的話 這行不用 OK啊 好 那我們一步一步做 那這個OK 然後呢 第二個是這個 隨便你貼 你要幾台就貼幾份 有的人會跟你講說你可以貼到別檔案去 可是其實不用 就貼在這個檔案就好 然後最下面然後貼上2號然後3號4號 好 那所以這邊就可以建2號不用改那 3號改一下 7 8 這邊都是必要檔案 當然你可以如果你要額外設定的話你可以把上面的那個MySQL斷 比如說 像是什麼Buff啊Cash啊都丟在 都丟在某一台上面 反正中間夾的就他設定檔就對了 好 那2號3號 好啦我抓到4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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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都編好了因為 這個是有錯誤經驗的 4號 OK 這邊就有4份 好 那這個檔案其實就OK了 然後再來是你需要做Touch的動作 你不Touch的話會死掉 他裡面我們剛剛編的那個檔案很機車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為止失敗原因是因為我設定好之後我認為他會自己生出來 生出那個檔案出來 結果他媽的那個檔案他就打死都不生 後來結果去Touch他自動把他生出來之後其實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後面後面就超順利的 所以 複製貼上 然後這是2號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需要 3號跟4號的 然後Saki也一樣 OK 然後其實MySQL Marti其實很偷懶 就是你這種時候去打一個MySQL D 然後打一個 Report的時候他已經有了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原因是因為他其實 好不理他 這個為什麼會有他原因很簡單他直接去掃那個 買點CNF 直接把其他的斷拉直接丟進來 可是不一定代表這個SRV已經存在 他MySQL MySQL D 只是一個Squib檔案 他是做一些 輔助用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很偷懶 他他少過一次就認為你有然後他就做做然後 所以 因為我剛貼的三份這邊又有三份 然後 再來是你要建立空白資料集 空白資料集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安裝完MySQL之後 不是會有個空的DB在那邊 那這個就是空了DB的生法 把它生出來 裡面會 反正就 Install DB 然後 只派user給 MySQL 然後後面要 寫路徑給他 就是 通常我們預設是這一個 MySQL 沒有Tool的那個 所以我們要建 額外只要集出來 上面L都不用管 因為 那是多的 好 OK 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開始去 把SRV打開 好 好那所以是 MySQL D Marty Report 然後 目前都是那 RUN嘛 所以你可以指定一個SRV去開 Start2 欸 ParmissionL 欸被我改爛了嗎 我看一下 欸靠 這台壞掉了 因為這台被我玩弄很多次 怪怪的 我看一下在哪裡 Login to log MySQL TWD 欸等一下 LS Z L 然後去看點的 ADM MySQL 欸對啊 怪怪的 欸等一下等一下 好還有一個 是 我們的 MySQL Marty 應該用速度開 因為他需要 MySQL 前線 結束 然後 3 然後4 我不開 然後你去看他 Report 對是Report 兩台開了 嘿 啊 你看到他開啊 你大概完成80%的動作 因為我之前卡在這邊 一直怎麼開都是 NOT RUN OK 好 好 那Anew我把四台都打開 好我現在有四台SERVER 然後你還是可以看一次Report 四台都在RUN 那你這時候去看 欸 PASSES的時候你會看到 欸好多台 瞬間佈置出超多台給你 好 那 再來是如果你要怎麼去連他 連他的話在 在那個說TCPIP裡面有兩種連法 一個是指定POR 一個是指定那個 Linux的 Unix的Socket 所以我要去連他的時候我可以針對 號數去連他 所以我打一個一般正常的給你看 就是 這是一般的 好 OK裡面有一大堆奇怪的Database 然後 如果我去連他的時候 他預設其實因為他是新建的 而且 而且 anyway他預設是沒密碼 所以 所以裡面是沒東西的 所以這是 這個就是一個完完全全新的SERVER就對了 好 那 再來是 你要去做那個什麼 Master Slave的架構之後 一定要先做幾件事情 就是 我們要去做一個 Clone動作 那 我說一下其實我們剛剛有開兩個東西 一個是 那個 這個 MySQL 那個Logbin 有沒有 這Logbin的設定詞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他其實在 那個 操作紀錄 簡單來說 我如何讓兩台SERVER的 SERVER的資料一樣 很簡單 就是 我把A的東西丟到B去 完完整整備份一次 然後之後呢 我A如果有修正的時候 只要丟那個差異化的東西 然後去丟給他就好了 這邊其實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之後要開始做這個動作 然後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要看 你們家SERVER要不要重開 這個東西很關鍵 尤其是你們家如果是 高級的限賬機的時候 那 可是做這個動作 基本上一定要重開 沒話說 因為 你的Master 一定要做一個 設定 他才會吃剛剛那個設定檔 也就這一個 這個東西 沒辦法用那個 SQL的方式下給他 或是新增出來 他一定要重開 重開那個 SQL SERVER才可以 好 好 那ENUE我們剛剛已經設定完 那我們目前 好啦 我乖乖重開一次 因為剩下來大概都可以用SQL方式打進去 包括要備份啊什麼東西 可是我需要兩個連線 所以 可以這樣 我用TMark開好了 快點 糟糕我連不到我自己 等一下 哎呦 有這還開著嗎 因為他是用Root開的 而且是Demon Mode 那MySQL Marti 他那邊還是可以看到 那 開新Restart 咦 我們剛剛好像開過 然後 TMark 這邊我會建議要 開兩個視窗來做 左邊做登錄 右邊不要做 因為他要去做一個 DBLOCK的動作 那DBLOCK 他有他的順序在 那所以這邊是MySQL 我們現在針對 針對 針對Master做 所以我們現在要登錄他 好 左邊 那 這邊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直複製貼上 然後 這邊需要改密碼 就是你要什麼密碼給他 這個就是他的User 因為 我的Master跟Slave要對接的話 那Slave勢必要有一個 Password 接到Master去 所以這邊在設定密碼 那我們家 這台測試機的 這台測試機的密碼 一直都是MOOT 好 然後呢 這邊會需要 鎖定資料庫 鎖定整個資料庫 因為他要去做一個 特殊的Dump 他不是一般的Dump 他是一個特殊的Dump 所以 這個 按上去就會 LOCK起來 DP就LOCK起來 他是唯獨模式就對了 然後 然後 再來是 Show Master Status 之後這個東西要記 這個東西要記 這個東西要記起來 要不然 等一下又用就對了 所以我們找 奇怪的東西記 記起來 這個我們等一下又用 好 那 再來是 這邊就是Bash的做法 就是 另外一邊的 這邊要直接做Dump 這邊其實就是Dump指令而已 All Database Dump過去 OK那不管 然後再來是 解除 因為我們剛剛有做Table Lock 把他這邊要把他解掉 所以又變左邊 OK 其實到這邊 Must就結束了 這邊其實就結束了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需要重開一次 然後Lock一次 Lock做完這個 然後我們會有 SQL Dump 這邊就結束了 好 然後 再來是 我們要去做Rawbit Rawbit動作 所以我們需要去 乖乖的Dump回去 OK這邊是 這邊跟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建立一個 從Sake到第二台去 然後 把我們剛剛Dump下來的 SQL塞進去就對了 那 因為這邊沒有密碼 所以我減P就不用打 OK 然後 對對對 這邊掃一段是 它要規定是 All Database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丟全部的 所以我們全部要把它丟進去 好 它會出現那個正常 我之前以為它是 8個 可是我後來發覺它是正常 然後 我們到兩台就好 OK 2號跟3號 這邊結束 好 這邊結束 再來是我們需要 再設定就是我們需要連到 2號跟3號去 做這個動作 下面這個動作要做 好 好 那所以我們一樣到左邊去 那 剛剛有個連結語法 叫做 Sakeup 對這個 那我們去2號 對2號 然後沒有密碼 然後 去做 這個是一個細節動作 就是 簡單來說 我們剛剛 記下這個東西呀 就是Master現在的第幾號的LOG 前面這個第幾號的LOG 的做到哪邊去 因為它會一直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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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跟他說我們現在在哪裡 做到哪裡啊剩下東西要給我 對吧 好 那所以這邊在做這個 所以這邊一樣是 Localhost Password是剛剛的那個 好遠 等一下 這是剛剛新增的那個Password 然後這邊 LOGfile這邊要改成下面我剛剛記的這18 最後這邊是 7 OK 這樣就結束了 這設定而已 那 真正開始是下面這一行就是 Starslave 那 打這一行進去 之後呢你就可以去看 那個 Master的Status 跟Slave的Status 你在你自己家就可以看到兩台 所以這邊是MasterStatus 跟 SlaveStatus 那SlaveStatus裡面你要看它是不是 這邊 它其實有LOG給你看 就是如果是這個就OK 就代表你有連到 它如果是什麼recognition 或什麼cognition fail的話 就代表你剛剛的 跟Master的細節是 Fail的 所以它就不會Sync 好 那我們做完一台 那我基本上先Demo一台給你看就好 好 那 所以我們現在 測試 測試我們去打 Master給你看 減P 減P C一起 不對不對 這樣我不確定 可是應該有 OK 左邊加一個ROOT 右邊加一個ROOT 自己會加 我中間沒有做任何動作 可是我們剛剛的Dump好像失敗了 所以他之前的Database沒進來 可是新的有 所以我就說他是一個交易紀錄 然後Dump後面才會拉進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會 這邊有一大堆 可是如果現在加的話他馬上會有 大概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再加一個11 然後 右邊這邊馬上就會再加一個11 然後我們剛剛Dump失敗 所以上面的沒進來 大概整票就是這樣子 OK嗎 這就是MySequelMati 那 這個東西就非常方便 因為你不用 用Duck 或什麼東西 做好多層 然後才有好多設備 可以用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剛剛有說的 其實我們家 為了解決備份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家 Sequel Server不准停 可是我們又需要每日 可能要Duck很多次 或什麼東西 那我們需要做備份動作 對啊 我們現在開始在寫備份策略 對啊 我們備份策略寫到後面發覺 Sequel是一個很囉嗦的東西 對啊 Anyway這邊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這邊是MySequelMati 那 Anyway你去看我的這一篇文章 或是去GoGo一下 你大概可以知道 那個寫法是什麼 很多人在解釋這個 可是解釋的沒有很好 那我這邊主要遇到問題是 你一定要去Touch 他把那個檔案生出來 那不然他真的開不起來 絕對開不起來 你不管去On幾次都沒辦法 好 OK 今天這樣子 欸 說明明